现在流行说叫凡尔赛啊凡尔赛 比如说小松老师做的说 哎呀都没写过什么书 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凡尔赛 不够凡尔赛 凡尔赛这我要是做点什么 对对对 其实我就特别不喜欢逛书店 啊为什么呢 都看过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干嘛 他们写太慢了吗 他还不说这都看 但是其实你看也 确实也都看过 确实 从摆放的细节来讲 这是最受市场欢迎的 因为他们说坐下来之后 视线平齐的方向碰到的 第一个就是买最好的 嗯 因为往上往下都会很累 然后正好在这 然后伸手就可以拿到 说明那本卖最好 因为他就横过来拜 哈哈哈哈 对 因为他的脸非常有辨识性 哈哈哈 实在不太好意思 以知识粉的字 居了半天最后都不是拿笔写的 因为我写字和说话 完全不是一个人 不是会有这种感觉 对我说话特别市井 说话特别丰富 对我带我写字 我写字特别清雅 就是一点跟说话 完全不是一个人 但是我写歌 其实能写各种风格 我也可以特别清纯 但是未来还是要静下心来 哪怕翻译呢 这边是经典这边是畅销 大概这意思是吧 但是我觉得还行 因为我那就别提了 但是黄仁宇能列入创销书 我觉得还挺 历史文化 黄仁宇这还有许先生的 对 许先生也比较通俗 我觉得许先生比黄仁宇通俗 是黄仁宇还是有很多 对 也许先生讲通史 通史是非常容易通俗的 他是面向大众的 对对对 黄仁宇还是有财税 经济方面的 就是专场的研究 其实黄仁宇的大部分的角度 都是从财税 这些角度出发 还挺好玩的 明朝那些事现在还在 还是依然是年轻人最热爱的历史入门读 我每半年 我就自己就用手机会寄个书单 2019年下半年 20年上半年 20年下半年 你像汉街 是武汉特别商业气息特别浓的一条街 正中间竟然有一大栋楼 一整栋楼都是书店 而且能活下来 这就是 说明有文化 说明大家是愿意在上面消费 还有130万在校大学的时候 这多吓人 天哪 中国最神奇的就是有这些东西 永远有得读 没事 现在就拿起来看看 但是中国有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让你进退都有依据 进的时候又论语 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 入室的 然后退的时候 不行了 就倒掉进来 把这倒出来 又来一通这个 又不能进又不能退 佛家来了 佛家是云在洞 还是你在动 心在动 你不动没关系 有动也懂 所以中国这个进退和不动 有三套哲学 您这西方人就一套哲学 就要完全进取入室 就是一旦往后退 就刚性的就说了 所以你看 在西方很少国家跌铺了以后 还能再站起来 公司也没有 就是公司趴倒了 然后还能再爬起来 中国 哇 有的是 怎么破产 怎么倒 最后还能站起来 三起三落 对 所以这个太厉害了 中国人有这好东西 是打不败的 就特别坚韧 就是前前后后 怎么都有 好